大家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您收看新闻有情调 在今天是星期一 我们再次邀请到的是友智 来上我们的节目 欢迎友智 亲家官好 大家午安 是友智你知道 这个俄乌开战已经是12天了 Day 12 再来讲第12天 到底情况要如何来发展呢 我想我们就先从 俄乌这两位元首 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来开始谈起吧 但是同时也要跟大家说 现在美国的态度 还有其他的盟国们 他们的态度又是什么 其实对于这整场战事的发展 会有非常大的关键性的影响 那么在刚刚稍早 就是在我们进行直播前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大陆外长王毅也召开了记者会 那在这个记者会当中 他有谈到哪些重点吗 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来插播 我首先我想先来跟这个友智 在聊这个今天的话题之前 先请大家来帮个忙 爱护中天的好朋友们 请大家记得来加入 中天电视频道的会员 让我们监督的力量更大 还有真实的声音更加的有力 我们继续的监督 每个月固定的小额扣款 力挺我们中天好吗 谢谢大家 那同时在今天收看影片 也记得大家要按个赞 分享一下我们的影片 新闻有情调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观点 有志那从今天我们就先谈谈 这个普丁 普丁最近大家 你记不记得在上个星期 我们其实在聊他的时候 透过有外媒的报道 还说他眼神死 你记得吗 那天我们还在聊 然后呢就说他不如以往 他看起来好像压力很大 非常的苦恼 因为什么 因为觉得乌克兰怎么这么强大呢 俄军都攻不下来 所以他很头痛 因此会眼神死 这些标题都这么下 但是呢我们却又看到了 普丁最新亮相的一个镜头 可不是如此啊 他呢这旁边有蛮多的空姐 俄罗斯航空的空服员 这些漂亮的女性们 跟他站在一块 然后甚至呢 还一起坐在桌前长谈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重点是 他跟他们是零距离 对不对 我之前跟马克宏 那个桌子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一直哭的时候 他加长再加长再加长 有是四米长 然后现在呢 完全是零距离 非常的靠近 对那个发配差好多哦 有有有 对的确是很不一样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的态度显得 相当的从容淡定 而且他特别在这个 算是他们面对面的这个会谈当中 跟俄罗斯的人民的代表 在谈为什么俄罗斯要展开这一次的行动 这一次的军事行动 他特别的去解释 然后呢我注意到的是他还讲到说 都是为了顿巴斯人 因为呢他说顿巴斯人不是流浪狗 流浪狗都是被欺负的 对 所以顿巴斯人不是流浪狗 是不可以被欺负的 你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场面 就是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 跟空姐们的一个会面 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我在想因为西方的媒体认知作战 太过猛烈 宣传战打得凶 而且假讯息特别多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很多讯息 待会秦家官会拿几个让我们啼笑皆非的 可是那面对这样子的新闻战 尽管我在军事上无往不利 可是在新闻上却节节败退 也不会是好现象 所以我觉得普丁在第一个新闻战的表现上面 他必须要有所发声 所以借由目前最大声量的一定是普丁本人 他深知我出来之后西方媒体也不得不做报道 所以这些标题我不管你们怎么带 可是你要在空姐上面上下起手 你要在我的流浪狗理论上面上下起手 但是他真正想要带出来的 其实是顿巴斯区 也就是所谓的分离独立区 他们之前怎么被人家凌虐 那我师出有名 所以你们这些西方国家 不要再说我是侵略者 我是一个特殊军事行动 我是一个内战 我已经定义是如此了 你们觉得还不够那我再出来 我是要去帮助他们的 所以他们受害 那我要让他们脱离湖海 但是问题西方国家 或者是西方的媒体 绝对不是这样看 我认为说你展开这场军事行动 你让太多无辜的乌克兰人民 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可是事实上真正战事的原因 不是一个侵略 是一个好几个世纪以来 乌克兰地区的情感纠结也好 后来橙色革命也好 甚至是亚述营 那边太多太多的元素 西方媒体非常简单 他只把它定义到2月24号 2020年2022年的2月24号 那一场战争开始 就从那里 所有的人不要再抬头了 就直接从这里来看 那我定义俄罗斯就是入侵者 随后所有的呢 就是把普丁妖魔化 把俄罗斯也把它战争化 那就达到目的了 可是这次我觉得普丁还挺聪明 刚才警教官特别点出是空姐 因为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 新闻画面 我们常常需要漂亮一点的画面 比较吸睛 比较容易被报导出来 今天如果是谢寒冰跟罗友志 有情调 那他觉得什么要一点都没情调 这看起来就很不好看 但是呢 秦教官 这就好看多了 秦教官带我们这些胡说八道的名嘴 没没没 不敢当 那就好看多了 大家应该了解 所以普丁也聪明 他知道在布局上面画面好看 所以他不仅是把一些空服员摆上来 而且距离非常近 大家如果看到那个画面 他就是一个框框 普丁就在前面 然后左右两边都是好看的空姐 但还是有一些空少 跟其他的一些航空公司的人 但是大家画面只是会注意到 这个画面是一个温馨的 是一个元首跟百姓无距离的 当这个元素带出去 会消弭了很多那种威权 普丁妖魔化的那种看法 所以我觉得他是聪明 在布局上是聪明的 流浪狗说 我觉得他也真的是很会做议题设定 这样子的比喻 其实很好懂 这你不能因为流浪狗 因为长时间被你们欺负 所以他最后会反咬人 那你就要把他扑杀掉 你就要把我们当流浪狗化 大家一听就懂了 原来顿巴斯地区的这些人 不是流浪狗 他们天天被你们这些亚述营 这些分离主义的人欺负 短短的六年损失了 一万两千条人命 他还特别把人命点出来 这些人命就不是命吗 你现在只跟我算乌克兰 平民受伤死亡的这两千多个 目前为止官方的数字是 两千多个伤亡 其中大概两百多个人死亡 可是我们六年来付出的是 一万两千 这些人不是命吗 可是你们把他当狗 所以我觉得他在整个论述跟布局上 普丁在新闻站上 似乎想扳回一城 对很明显 因为他看到了西方的宣传战 是怎么打的 所以他当然也要什么 有所表现反击 对那你提到的就是 他要为他的出兵而解释 那当然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普丁也这么做了 刚才其实在大陆外长王毅的 这个记者会上 我也特别注意到 就是各国的媒体记者们 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一点 就是到底这个行动算不算是侵略 希望外长王毅要提出解释 他怎么看 那刚才他的说法是乌克兰局势 发展到今天 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解决复杂的问题 需要冷静和理性 那么他再次的强调的是 要和平解决 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 而不是说一味的就是说 我们要和平 但是另外一手呢 一直不断的提供武器 让这个战事持续的拖延下去 这些都绝对不是人民之福 而且呢他特别也谈到 就是没有人能够置身室外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全球大家都必须要面对的 因为战火牵动到就是通火膨胀 牵动到的就是经济问题 就跟我们的荷包息息相关 物价油价米价粮价都在上涨 都在飙 金价也是创2000价位以上了 所以怎么办 当然要和平的解决 这是刚才有特别看到的就是 他说要化解这个乌克兰危机 一定要怎么 一定要用和平的这个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先插播一下 好但是呢这个有志 刚才我们其实谈到的就是 普丁呢特别你看到 他的是一副很淡定的样子 而且他好像很有把握 那他现在呢就是 你们都说不能这个理解对不对 那我出来解释给你听 但是另外一头 这个我说实在的 我觉得泽伦斯基他现在的处境 我觉得很艰难 泽伦斯基大家记得吗 其实在上周我们看到的是 有外国的媒体说 泽伦斯基其实已经躲过三次暗杀了 OK 然后现在呢真的觉得有点替他担心了 因为你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如何 我先讲因为有一个最新的说法 是来自于以色列的总理 这位以色列总理他特别到了哪里 他特别到了克里姆林宫 去会见了普丁 结果会见完了以后呢 他就透露了他就说 普丁其实知道 泽伦斯基是躲在哪里的 所以呢他随时就可以 要真的要对泽伦斯基下手 或我们所说的斩首的话 他不是不可以耶 他随时都有可能啊 是这样吗 当然 如果我们先来谈 我们在今天最新的发展 就班奈特跑到克里姆林宫去 他跟普丁谈了三个小时 那其实国际情势跟外交 常常你要用很细的角度去多看他 比如说班奈特特别突然跑过去 以他三个小时 再加上他访问完之后三个小时 完全马不停蹄 紧接着马上到德国去 是不是一种类似传话的角色 是啊 难道坐在那边的普丁 他不晓得你是来带话的吗 美国知道 美国知道 而且美国也让以色列总理 你就去 因为班奈特要出发之前 也跟拜登讲了一下嘛 打过招呼的啦 对那请问普丁 会不会得到这样的讯息 一定会吧 那普丁今天讲出来话 就是想要带给西方国家的 他的意思就是 你们一直说 泽伦斯基躲过三次暗杀 我一次都没杀 因为我要如果要杀他 我早就已经知道他在哪里了 我没有一不一级重地的 以前好像带出来 第一俄罗斯没办法 已经KGB不像以前这么厉害了 我要取一个向上人头 我还错过三次 你想打击我们俄罗斯这边的士气吗 对他如果说泽伦斯基躲过三次的话 那真的就表示说 那一些要采取行动的都太逊了 无法达成目标 所以紧接着就是整个主旋律又出来了嘛 俄罗斯军力不同以往啦 在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已经不是世界强国啦 然后这次的战争 可见是困在乌克兰呢 整个主旋律就对上了 光一个泽伦斯基 你都拿我没办法了 你告诉我你要赢得这场战役 你凭什么 这个主旋律就可以接得上 再来 第二你就可以再另外一个主旋律 就是塑造泽伦斯基 是这一场战役里面的战事总统 战争英雄 以利后续的变化 包括流亡政府 整个美国的那个套路 普丁看清楚了 我知道你们要搞这个 第一个把我妖魔化 把我弱化 说我做不到 第二个把泽伦斯基英雄化 同样一招出去 就可以有两个现象 我也要啊 我就告诉你 前面三次那些都是假的 因为我早就知道他在哪里 借由班奈特的话到德国去跟肖之说 肖之也语重心 你要记得那个旁边这样听着 这样没头伸索 马上带话给全世界 宣传啦 原来普丁早就知道 叫泽伦斯基他的头号 想要处理掉的人在哪里 要他早就处理了 哎再来延伸 你看很多的西方媒体 都开始讨论了 为什么不动 是不是要活捉泽伦斯基 这几个字眼就出来了 活捉泽伦斯基 没错啊 普丁也下了标 普丁达到目的了 所以请教官我想要讲的是 普丁他现在除了军事战以外 他的新闻战也节节的开始反攻 刚刚我们讨论的空姐画面 流浪狗说 再加上他借由班奈特来 以色列总理来 带消息给西方国家 我觉得他也同时间 在新闻帐上出手 甚至大家还知道吗 俄罗斯最近开始 要大力来摧毁假新闻 他也立了法 谁一旦被我发现 那可能就抓去关了 这个动作呢 比当今民进党政府 还要更残忍 民进党政府也只不过又设違法 罚了些老太太 两千块三千块台币 普丁要把他抓去关了 那如果真的是被普丁抓去关的话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了是不是 不堪设想 这个我觉得只是新闻战而已 不过的确他你看得出来 他就是在一步一步的在反击 可是毕竟我想大家在关注的是说 这个牵涉到泽伦斯基的安危的话 那绝对是要看美方的态度吧 对不对 美国要怎么看他 要请全力的保护他吗 对不对 那可能被暗杀的话 那我另外派人在暗中 再来什么 再来反制 对不对 谁要动手了 我可以什么 先把他掌握住这个线索 然后呢 所以美国难道没有情报吗 美国难道没有说什么 谁谁谁 可能要什么时候要采取行动 然后对泽伦斯基 你采取什么样暗杀的这个作为吗 一定有嘛 一定有 可是我觉得在战争中 或者是在交战的国家 或者在旁边拍手叫好的国家们 他们也深知彼此知道的情报 对你有KGB 或有CIA 真的是叠对叠啊 对啊 对不对 甚至连以色列 难道我没有这个叫马赛德 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报系统 叫马赛德 MOSADD 是喔 那个非常有名 他们以色列也有情报系统 以色列的情报系统 在世界被评为是前十名的耶 OK 所以大家都在做情报战 是 你马赛德 KGB CIA 大家都在做 那情报战就等于下一步 就叫做新闻战 英国还有军情六处 军情六处 007 007 对不对 英国也不是说 他掌握到什么什么情报 英国那时候大家别忘了 你记得我们节目里面 还曾经有跟大家分析 说那时候他们有先预告 说到时候俄罗斯 如果真的要出兵 要开战的话 他会有哪一些路线 你记得 一开始的路线 还有后续街上的路线 他都画出来给你耶 就后来真的一对照了以后 发现都一样 若和福节 所以他们早都知道啊 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剧中剧里头 每一个人都在做情报战 军事战反而变成另外一回事 所以普丁也深知 他现在该开始做新闻战 他就必须要先静默 也就是在第二次和谈之后 曾经有在人道走廊 开启的当时有几个小时的静默 就是所有的部队全部停下来 虽然我自己的判断 虽然他是让军事行动暂时停止 让基辅的人可以开始撤出 走这条走廊这条路线 我让你安全通过 对你要走波兰这条路线 还是走那个 哈尔克福这条路线都可以 哈尔克福就往俄国 你要走波兰就往波兰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是 他不想要用军事战来模糊掉 让他现在这两天正在做的新闻战 所以一旦有军事战 那所有西方国家 一定会往他军事战 再去做抹黑的动作 所以他在新闻战上面 可能就会稍微又被吃掉了 是 我们都知道议题设定 就是会有大事件来吃掉小事件 包括我们台湾很多政治人物 也擅长当一个负面新闻的时候 用第二个更大的 来把它盖过去 转移焦点啦 转移焦点 对啦 讲白话就转移焦点 所以我觉得俄军这两天的静默 虽然借由人道走廊 来似乎跟世界 释出说我一个善意 但是同时间 他希望把军事稍微缓 他把新闻战先拉出来 我觉得可怕的是后面这个新闻战 因为当他已经把他进攻 乌克兰的理由 传达给全世界的时候 下一步他可能就是所谓的歼灭战 对 因为我得到合理的理由啦 你们也都听到啦 我该讲的也讲了 我该给你跑 解释也解释了 对我该给你跑了也给你跑了 给你时间了 接下来我可能就是总攻 所以很多西方国家现在判断说 是不是在这一波的静默 第二次第三次的会谈 和谈之后 下一步很可怕 大的要来了 更大规模的行动 有有的确 上礼拜五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分析 什么是叫大规模的行动 什么叫大规模的行动 会怎么做 所以这个普丁一定 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行动 等着看 那事实上呢 从刚才有讲 他不仅是见以色列总理的时候 他强调 这个行动一定会走到底 除非你乌克兰什么 你乌克兰就是放下武器 你乌克兰不要再攻击了 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你再抵抗的话 你连这个国家都没了 乌克兰会灭亡 意思是这样啦 他现在已经把话都讲得这么明白了 但是说实在的啦 乌克兰如果今天真的 你说他放下武器的话 俄罗斯会怎么做呢 真的就像西方国家之前所讲的吗 他还是要恢复那前苏联的荣景吧 那乌克兰到时候 还不是就是都得要听普丁的呢 会不会是这样 因为他就是一个这样的霸主 所以一个这样的领导者 他说到做到 然后就是坚持到底 那个态度摆出来 然后行动也这么做的话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喔 那你看对以色列是这样说 对肖茲就你刚刚讲到 他见肖茲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一定会要行动到底 这个军事行动就等着看 好了 所以我们才在说 那泽伦斯基 你确定你安全吗 以色列总理都既然这样讲了 美国不会不知道啊 所以换句话说 美国的态度就很重要 来了来了 现在呢 结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他就已经在讲了 他说 现在美国还有我们的盟国 其实都已经在考虑着 一旦泽伦斯基呢 他被捕或是被杀 发声不测 对 要延续乌克兰的政权 那要怎么样延续 当然就是流亡政府啊 哇 结果你看他这样一说 他是接受CBS的节目的时候 他有这样说嘛 然后这个之前 其实像包括纽约时报啦 华盛顿邮报啦 哇 噼里啪啦 你看都是相关的言论 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搞了个半天 泽伦斯基等于是什么 等于就是随时可歌可泣啊 对啊 美国都已经做好准备啦 请教官员我发现 今天的西方媒体主旋力 都放在流亡政府的 在这个字眼上面 我在看到这个四个字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念头 西方国家好可怕 因为流亡政府是一个定义 所谓流亡政府就是 你在因为内战 或者是外国势力 进来的时候 你没办法维持政权 但是你的领土跟人口 人民都还在这块土地上面 那他们有着跟入侵者 不同的理念 所以先让你这些组织跟流亡政府 到别的国家 一样可以遥控指挥 那才就是所谓的流亡政府 好 今天问题来了 流亡政府的意思就是要持续战斗 对 我们今天的主旋力 西方国家自相矛盾 你一直在做和谈 一直在呼吁说 俄乌应该停火 结果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持续战斗 我的意思是 如果今天两种状况 一个在经过和谈之后呢 双方放下武器 乌克兰俄罗斯互相让步 解除军事化这些东西之后 所有的你和谈 不管中间谁赢谁输 你最后和谈的结果是乌克兰保住了 这是最终大家100分 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 可是西方国家喊出流亡政府 这个政府继续不管在英国波兰 现在选定的地方是波兰 现在是说乌克兰西部利沃夫 或者是波兰 对 CN这样的报导 金教官所谓的流亡政府 你放到这个地方 你的组织一样在 你要投你的行政体系指挥 甚至按通缓取 有办法指挥继续乌克兰境内的 士兵或者人民 那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内战 因为政府还在 你没有灭乌克兰的问题 所以不断的俄军就会在里头 开始继续作战 继续搜捕 你再用流亡政府来遥控 乌克兰国内军事人民 这是持续的内战 西方国家原来你现在 已经被人家揭发了 你根本就没有想要立即和谈的打算 你根本想要延长战线 你越打越久 这流亡政府出去外面继续指挥内战 那乌克兰将永无宁 而且这个流亡政府其实现在就说 这个可能就是乌克兰的现在的议长 那这个议长其实之前 泽伦斯基跟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他都也在 那所以可能如果泽伦斯基不在了 那就是换这个议长上 那他当然这个流亡政府的领袖 可是问题他要听谁的 你觉得他能够遵循他的个人意志吗 他自己下判断吗 他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吗 不是嘛 连泽伦斯基都做不到了 都得要听西方国家的 对不对 那何况呢一定还是要听 美国老大哥的话 傀儡中的傀儡啊 那怎么有办法在流亡政府 经由新的政权 然后还可以继续指挥乌克兰内政 一定是借由西方势力指挥这个傀儡 这个傀儡再回来指挥 仍然在战火中被荼毒的乌克兰老百姓 这根本就是持续性的内战 可是我觉得如果再这样拖 这个等于你刚刚讲的就是流亡政府 你可以等于什么等于这个交土战了 对不对 这个乌克兰一旦陷入这个交土 那请问欧洲怎么办 欧洲各国现在是最直接了当 受到冲击的受 深受其害手当其冲 请问乌克兰不是被阿富汗化了吗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阿富汗拖了20年 最后大家也知道西方这些强权 在对付一个地区把你流亡 让你变成战士不断的内战延续之后 他们最后做的动作是什么 我不要我就走了 对 你要记得阿富汗一走以后 塔利班就把整个所有阿富汗都侵略了 都占领了 结果美国在干嘛 拍拍屁股我继续搞下一个地方 于是乌克兰就来了 于是现在亚太印太战略 所谓亚洲版的北约也要形成了 开始搞台湾开始搞中国大陆 所以如果乌克兰被美国这些西方国家 真的把它做为流亡政府 我觉得乌克兰就下一个阿富汗话了 那欧洲的火药库于是产生 就变成大家所有矛盾 或者应该说是利益的所在 我们可以借由乌克兰来分权夺利啊 不管怎么占俄罗斯 你要不要跟我谈一些东西 那乌克兰一个人独自享受 我要享受战火的荼毒 他们却在分赃 这是西方国家想要做到的 如果整个欧洲的稳定 对谁最不利 美国 一旦一个地方稳定 美国就没有办法在里头上下其手 所以美国希望多一点阿富汗 乌克兰就是下一个 那哲伦斯基只不过变成 喜剧演员变成一个悲剧 到时候他被牺牲了 虽然这两天被大家吹捧上天 请教官知道我对他非常非常的不满 是啊 是不是一个这样子的 你觉得他真的是愧对乌克兰的人民啊 他有太多的机会可以阻止这场战争 可是他选择的就是把乌克兰推向战争 我对老百姓我是非常的同情跟不舍 因为请教官知道我是跑社会新闻的 我现在我跑了20年 我大概看了将近200具的尸体 从空难从杀害从我每个每一具尸体在我面前 我都会想象如果那是战争是何其的残酷 所以我对于战争我是深恶痛绝 但是今天俄罗斯发起的侵略确实是战争 谁先打谁先输 可是你必须要以他的流浪狗理论来看看 那谁造成这一段的现象 乌克兰在离开苏联的时候 他是拿了一手好牌 那个国力之强的 那时候连美国都忌惮三分 是 经过这三十二十几年 要粮食有粮食 要矿产有矿产 要什么要军力 然后你说要什么要有这个天然气 天然气 对不对 能源没有吗 都有 全部都有 最富饶的 可惜 最好的牌全部给乌克兰了 这几年乌克兰自己花完这些所有的家产 泽伦斯基接了 泽伦斯基在用自己的那一支影片 创造了高支持度 百分之73的支持率拿下来之后 你去看三例的一支影片 当时泽伦斯基刚当选 五天之后 乌克兰的民众就发起联署罢免 短短的一天五万个乌克兰的联署 要罢免泽伦斯基 因为他每天在说空话 每天跟一些贪腐集团在一起 包括支持泽伦斯基上去的 就是当初亚述其中的支持者 支持大老板之一 所以公共那一个礼拜 人民就觉得我选错了 所以泽伦斯基一路从五天 老百姓给他的付托 五天之内原形毕露 然后渐渐的跟贪腐集团走在一起 然后让乌克兰雪上加霜 你知道乌克兰 国会有470位议员 其中有400位 就是乌克兰境内的大老板 所有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最后都当上了国会议员 然后现在几乎都跑光了 你就知道乌克兰是 贪腐到如此的程度 那孰令自知 就是选上的泽伦斯基 因为泽伦斯基的最大的金主 就是亚述营的支持者 整个结合在一起之后 选上加霜 让他民调变成20%不到 那时候民调短短的不到一年 从73%到20%不到 所以他其实真正在俄罗斯 采取行动之前 我们其实看到他的民调 很惨的 后来因为不断的在打宣传战 然后呢 他就说我誓死抵抗 我绝对不会走 我是坚持到最后一刻 然后呢他能够突破到九成以上 但问题是 我还要再骂他一句 警察官可以 我真的觉得 不是他没有解决问题 那你继续说 2022年 2022年发生战争了 今年呢 2021年的10月 他做了一个什么事 申请加入北约 你明明知道所有的动作都能做 你哪怕加入欧盟 俄罗斯也不会理你 可是你偏偏选一个最激烈 为什么 你去看那时候的报导 他是为了要拯救他20%的民调 他觉得喊出北约 然后把这些民粹主义 拉抬起来之后 他又可以当选了 还是为了选举 最后呢 当美国2月16号 已经告诉你俄罗斯要打了 大家还记得德伦斯基在做什么 他的痛斥 是污名化 根本不会打的 你们老百姓放心 我就是说不会打 美国为什么就只有你 希望我们俄罗斯在打乌克兰 你要记得吗 所以于是 让4300多万的乌克兰人 毫无准备 你身为一个领导人 你应该让北约的事情缓缓 然后呢 在战前你要告诉老百姓 我们做好一切的准备 而不是为了你自己的选票 你赌一把 告诉老百姓 不会有战争发生了 现在发生了之后 所有人流离失所 如果人有心理准备 他可以慷慨负义 可是你没有 你告诉他不会发生 突然之间发生之后 就会像浮沫效应一样 每个人集中给泽伦斯基 因为我怕了 所以当大家怕的时候 泽伦斯基的民调就会起来 到最后他还在选举 所以我真是觉得 泽伦斯基非常可恶的一个地方 整个渔化 所以我才会比喻 跟蔡伦斯基有什么两样 一模一样的手段 他们两个都在渔化百姓 告诉你没有事 然后不断的挑衅 加入北约 我们要加入美国阵营 我们要把台湾办事处 搞起来 就是要呛瞎 然后现在亚洲版北约 我们还若有事务 两国负责的领导人 都是这么在干自己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糗的就是说 那泽伦斯基其实之前 讲了这么多 你发了这么多的梦 结果你看你说你要加入北约 现在最新的说法 乌克兰现在说 我们没有要打算加入北约了 对啊 眼看着不可能嘛 那你带向战争之后 然后就放弃 对 问题是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对这句话想非常好 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然后你看 加入北约不行对不对 那我加入欧盟好了 总可以吧 加入欧盟 然后你记不记得在欧洲议会 冯德莱恩那个时候 他后来就说那是他个人的意见 然后就说 其实应该要让乌克兰加入欧盟 让他成为欧盟的成员 然后欧洲议会还给他掌声鼓励 然后呢他那时候不是还这样子 啊 透过视讯的方式 看着大家给他鼓掌 然后呢 他好像表现得好像一副 也非常的这个 对 然后最后还比了一个这样子的手势 然后再离开 我心里想说 请问这到底又是哪回事 你有可能加入欧盟吗 好了 结果现在呢 你看德国的肖子也说 不让他加入这个欧盟 是正确的决定 然后呢又说 这个宏德莱恩后来也讲了说 现在如果欧克兰要加入 这个欧盟的话呢 那真的是需要时间 请问需要多久的时间 就不过就是跟你在推嘛 所以我觉得这些领导人真的 不要再去讲这种空话了 不要把百姓的命当作是垃圾一样的 在乱丢 然后现在又在骂了 说那你最起码你可以让我们 乌克兰设这个禁飞区 对 然后就呼吁提出呼吁 结果人家不愿意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些国家不肯把它设为禁飞区 就是因为如此一来的话 那就是视同向俄罗斯开战 对 俄罗斯现在普丁也话讲的很白了 谁敢射禁飞我就打谁 你就是我的威胁 你就是在针对我 所以我也会采取行动 针对你们这些国家们 对不对 就是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了 那偏偏这位这个泽伦斯基 他还在那边说 你们都不是射禁飞区 你们都这样子 你们这样子的话 是在为他开绿灯 请问一下那是谁造成的 谁造成 对啊 逐令自知 你整个泽伦斯基 对于整个政经情势的判断 你根本没有真的一国元首 应该有的气度跟远见 你所有的作为 再再都把乌克兰带向战争 然后你现在要所有的民主国家 跟你一起站在一起 那就代表民主国家 都像你泽伦斯基一样 冷酷无情 只为了你自己的支持率 不跟现在蔡英文也很像吗 一心一意只为了民调 一心一意只为了维持 他五成的民调 然后2022的选举 他可以再再再东山再起 甚至他可以拿下很好的成绩 然后呢开大门 就让蓬佩奥让这些人进来 开始汲取政治资源 大家在乎的那417万通告费 出厂费 我觉得对蓬佩奥跟共和党来讲 只是杯水车薪了 他要的是后面整个庞大的利益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 尤其台湾这个部分 在看媒体的时候 大家不要偏听 应该要多看几个方向 泽伦斯基被英雄化 你应该反问一句 真的吗 俄罗斯被妖魔化 你应该想一想 是什么样的原因 逼得人家必须要这么做 这是谁说的 基辛吉说的 基辛吉在八年前 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而现在我们正在走 基辛吉预言出来的路 你还记得基辛吉 在那场演说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西方国家不该把乌克兰 当作挑衅俄罗斯的前哨战 他讲两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这个原则 绝对不可以 请问一下现在有没有犯了 是 不断的一直把泽伦斯基 推向战争 那泽伦斯基也听命 一直用北约 然后刺激俄罗斯最后打了 打了之后呢 你还要继续的做流亡政府 然后一路往最悲惨的状况去走 流亡政府 你叫乌克兰人情何以堪 对你可以想象吗 那就像我们之前在看到 很多那种中东那种战火频传 然后每天都是生活在 这种恐惧之中 三天两头 断言残壁 然后那个战机呼啸而过 那一下子传到隔壁村子 又死了三个 又被饿死 然后食物无以为继 再加上天寒地冬的乌克兰 你到时候电力没有了 你叫他们怎么粮食大国 就这样子一片焦土 对不对 可能有饥荒 然后又有什么疾病 然后大家生命招不保戏 然后断言残壁无从建设 然后你到时候如果是水电 基础设施 这些通通都是遭到破坏 没有办法修复 那叫大家怎么在那边生活 所以那就变成是什么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 看得很不忍 所以希望能够不要发生 这样子可怕的一个情况 偏偏呢问题是现在你看 西方国家都已经在打算了 可能要设个流亡政府了 所以意思是可能在这边呢 接下来就有的拖了 那最主要也是因为呢 俄罗斯的普丁 他是不是真的就要攻下 而且是全面的进攻基辅呢 乌克兰的国防官员就有警告说 的确俄罗斯是准备要在基辅 展开全面的进攻 而这个BBC也有报道说 乌克兰陆军总参谋部表示 俄军的坦克还有摩托化步兵呢 在基辅西郊的伊尔平这个地方推进 准备就是要去攻打基辅的 华盛顿邮报呢 当然也有相关的报道 所以换句话说 照现在目前很多的情形 这样子观察的话 有志 如果真的一旦是全面 开始进攻基辅的话 那这个情况 这个战事就要升高咯 基辅照理说应该是第一个 被攻下来的城市 因为如果进攻基辅 那就是直取心脏 因为大家知道基辅是一个行政区 它并不是一个军事区 所以里面有多的是什么 政治人物 那政治人物都会衍生到政治事件 所以俄军第一时间 没有拿下基辅的原因 我相信有非常多的因素 包括他要去军事化 如果基辅打下来 就等于乌克兰灭国了 首都一被拿下来 那等于行政体系 中枢神经全部断掉 那等于乌克兰宣告灭 那其他东西他都不用做啦 包括最重要的区域军事化 对 所以于是他从北东南 尤其东跟南 所谓的顿巴士这些地区 包括克里米亚上面的那些港口 还有这次最重要的奥德赛 全部都是他要除掉的军事化 重点区域 所以当他要动基辅的时候 我担心的是他已经是胜券在握 如囊中之物 我担心的是他敢动基辅 比方是其他军事设施 他最近发出来这些讯息不是假 因为他发出讯息 他已经攻下 摧毁了2200多的军事设施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不管你的基地不管你的炮台 不管你的所有的军事设施 摧毁了2200多座 那等于他几乎完成了 他第一时间跟大家讲的 乌克兰去军事化 然后他现在也预告了 就是说要攻下 所有的军事设施了 那等于也是说 你们现在在那边 在雇那些军事设施的工作人员们 你们可以走了可以撤了 因为我接下来 我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上百枚飞弹 就是要精准打击 即将要全面的来攻击 攻下这些设施 可见他情报有多准 看哪里打哪里 我如果大家有印象深刻的话 美国两大智库之一CSIS 大概1月份的时候 有释出一份报告 那时候乌克兰战争 大家还吃之以鼻 其实CSIS已经把整个报告 全部写出来 他还想出俄乌战争会有6套剧本 而6套剧本前面的三套 都是战前跟战时 后面三个呢 就是俄罗斯将要达到四五六 那三套他达到他就会停止 其中第四个四五六 四就是所谓的去军事化 五就是让乌克兰内陆化 最后一个就是由白俄罗斯下来 代替乌克兰政权 然后替他防守住 整个他的北约最后防线 那CSIS也认为说 第六个应该不太可能发生 一旦发生这个 那俄罗斯等于跟西方强权都对着干 你整个侵略乌克兰 然后白俄罗斯扶植 然后把他侵略完之后 这个西方国家不会认同 所以可能就是四跟五 四就是所谓去军事化 现在正在做 把奥德赛拿下来 把阿尔克克夫 然后把整个基辅 基辅是待会 把这些军事设施去掉之后 可怕的是他第五点 就是所谓把乌克兰内陆化 你大家看 把奥德赛的地理位置 就在克里米亚的上面 你把它连线起来到基辅 如果画一条线 你刚好这一道画下去之后 乌克兰的西部就变成内陆了 整个乌东就是变成俄罗斯 俄罗斯的啊 对 他要拿下 他就是一开始那时候 你记得他那时候 一开始就是说 他要拿下的就是 那个地方是他锁定的 为什么 因为乌东有我的人民们 被欺负一万多条人命啊 所以他把整个他的策略 跟初始战争的目的 跟最后的行动结果 他全部都是按照这条思考逻辑 跟路线在走 当奥德赛跟基辅 如果真的这次攻的基辅 奥德赛进攻当中 这条线一连起来 乌东整个就变成了他的 港口黑海港口他也有了 就是分离主义的地区 我也保住了 所有的我当初开战的目的 我都做到了 剩下你还跟我谈 乌克兰的下场 大家坐着谈 都是我跟你平起平坐了 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 应该要去 基辛吉的第二句话 要去了解 俄罗斯到底在想什么 西方国家是不是应该站在他的立场 来想后续的和谈条件 还是你一样站在哲伦斯基 一样站在西方 然后用流氓政府延续战争的方法 希望把乌克兰变成阿富汗化 最后让整个欧洲沦为火药库 这个就是基辛吉当年 就已经告诉大家 而这也是目前普丁正在做的事情 这个是昭然若叶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可是西方国家却还在怂恿 这样的战争继续 这就是我这几天一直无法理解的 所以现在发展就很可怕 就说我不是在讲说 俄罗斯接下来的这个行动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有很多蛛丝马迹 可以看出来 包括我刚刚也看到 像是乌克兰有国防官员也在说了 俄军是准备要对基辅全面进攻的 因为他有透过被俄军攻占的 车诺比核电厂禁区在补给燃料 有之你知道他打仗的话 你这个燃料绝对要充分 一定很重要 充分供应 否则的话呢像坦克没有燃料 他动弹不得嘛 他就停在那边 那可是呢像这个燃料 一定要有充足的供应 有补给的就是为下一站在做准备 好偏偏呢 那现在呢我们又看到的是 唉 来这一张图 唉 我今天怎么好像一直在叹气 今天讲到战争 因为我们忧心了 忧心 真的看到那个画面 其实真的也是 很难过 心里会很揪 来这个是 其实说实在的啦 这上面被摧毁的 据说就是都是俄罗斯的战机 对 这是乌克兰那边释出的讯息 嗯哼 那你就说一天喔 一天当中 乌克兰真的不是不堪一击的 因为乌克兰一天当中呢 它可以打下九艘俄罗斯的战机 还包括直升机 有志 然后呢还特别把它做成是 类似像九宫格的这个图片 对 然后把它po出来 对对对 你觉得 MI就是所谓的米格啦 米格 SU就是所谓的苏凯 是是是 对 它不管米格8 米格24 35 苏凯的30型的 34 25 34型的 对 全部不堪一击 被我们乌克兰军队 轰下来 是啊 这是我们的战机 所以俄军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强 对 那我就很纳闷 其实你不知道 真的假的啊 俄罗斯不是已经拿下了 这个乌克兰的制空权 对 然后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空军 应该没有什么实力啦 现在 那乌克兰呢 你说它有地面部队 还是乌克兰它有什么海军 可以再攻下这些战机 就说这些战机 然后就说俄罗斯的这个战机 真的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吗 然后我就看到 还有类似相关很多的报道了 透过西方媒体 我们看到那个画面 传送出来 包括什么呢 其实像有一些什么俄罗斯 在攻打的同时 然后呢 这个不顾平民 或者是不顾记者 然后就是 倉皇逃生 诸如此类的 这种画面很多嘛 可是呢 却看到的是说俄罗斯 俄罗斯的这个部队 哇 怎么也被困住了 然后甚至也有被俘虏了 然后呢 看起来 其实看起来垂头丧气 就觉得好像士气大 就是乌克兰这边 就士气大政了 那我不晓得这个真实性 你怎么看 这个要怎么样去判读 它的真或者是假 这个图 我们待会讲 今天我在所谓绿媒 我看到这些新闻 更让我士气大政 因为他说 因为人道主义走廊 开启之后呢 那个乌克兰虚虚实实 结果呢 趁着静默的阶段 反攻突袭哈尔科夫的军队 所以一路打到厄乌边境 然后收复尸土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哇 非常的振奋啊 现在乌克兰什么时候 可以拿下莫斯科呢 一路打到边境了耶 现在乌克兰军队收复尸土 把哈尔科夫 一路延伸到厄乌边境 那离莫斯科 大概只剩下700多公里而已 加油 我相信乌克兰一定 可以打到莫斯科的 我们当然也很希望 这个战争赶快平息 要怎么打 就赶快就结束了 可是讯息不是这样玩的吧 而且我们刚刚好像 一开始还在谈说 美国跟西方国家 都在讨论乌克兰的流亡政府 对啊 怎么另外一个战事 我们听到的是 乌克兰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的话 需要再讨论流亡政府 不用吧 应该是莫斯科 被流亡政府吧 是不是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讯息 在安排的 这个泽伦斯基该逃到哪里啦 该躲到哪里才安全啦 或者甚至如果他被抓了以后 到时候是扶植谁上来 连这种都出来了 对 然后流亡政府要设在哪里 不是都已经清清楚楚 都已经有这个后路在考虑了吗 可是另外一头你看到的是说 乌克兰现在很强 然后乌克兰现在很勇 很强 很勇 然后呢 这个更勇了 有知你知道这个画 这张照片吗 这是梗图吗 这个 这个是Pickles of a Kiv 就是基辅的烟黄瓜的意思 这是美食新闻吗 然后烟黄瓜的话 通常都会一贯一贯的 一贯一贯 那这个画面当中 就是这个图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一个妇人 应该是围着一个 一个黄色的头巾的一个妇人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乌克兰的妇人的形象 那这个乌克兰妇人呢 他手里面拿着一个枪 这个枪里面呢 还有两个 这个算是Pickles的罐子 烟黄瓜的罐子 然后据说呢 是乌克兰的军事的顾问 军方的顾问 在他的推特上面 分享的一张梗图 然后就说 乌克兰的妇女呢 奋勇抵抗 抵抗俄军 然后呢 就用这个烟黄瓜罐呢 放在这个枪里面 用这个打下俄罗斯的无人机 打落无人机 是用烟黄瓜的罐子 好强的战力啊 我在想 应该释出这样的讯息 主要无非想要带给 西方世界一个消息 就是乌克兰人 现在人人皆兵 而且一定有守护乌克兰的决心 我觉得在这种认知作战上 做一些心理战的操作 那是无可厚非 一定要的 要不然你怎么 如果节节败退 你怎么振奋人心 是啊 那所以他释出这样的 大家应该看这个头巾 应该就是乌克兰 像大家看过这个电影 这是包括斯拉夫 或者是德国热曼民族 很喜欢的一些老太太 把一些头巾包在脸上 对 然后在下巴这边打个结 很成功啊 这个画得非常的清楚啊 那后面就是一罐一罐的烟黄瓜 我还不晓得烟黄瓜的英文 刚才请教官官讲 这个叫做Pickles 就是基辅的烟黄瓜 这变成了这个老太太 后面的一整排弹弹药跟武器 我们的弹药跟武器就是我们的烟黄瓜 然后呢前面的这个呢 这把他拿的这个枪呢 似乎有点像在模仿 那个美国的马铃薯枪 这美国的小朋友 在家里面有时候爸爸妈妈 就像我们玩水枪一样 他会做一些 你知道马铃薯枪给小朋友玩 因为没有杀伤力嘛 然后可以训练他们做机械的 那个了解 所以他们自己会玩一些 这些小武器 但是不会杀伤 这个呢就有点像那个马铃薯枪 然后我只要把这个枪做出来 然后里面放烟黄瓜 结果呢 他说他就对准了 这边画面这个 这个无人机 结果一打上去呢 极弱了无人机 结果画面这样子传出来之后 那乌克兰人当然士气大震 很多人也想要找这位老太太 在目前为止 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消息 也没有这个真的视频出来 坦白讲啦 沙包啦 汽油弹啦 这些都是民间自治 想要抵抗俄军所用的工具 你知道这个推特一发出来之后 听说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他的那个推波次数 官官次数到4.5万 然后经过一整天之后 听说他现在已经破10万了 也就是达到效果了 大家都在转传 但是如果你看下面的留言更精彩了 下面留言大家拼命的开始 这个酸化 烟黄瓜嘛 酸化 酸化 然后他在酸什么呢 他说其实乌克兰呢 下一步应该会找韩国人一起来 日本人一起来 因为又可以用泡菜 来击落俄罗斯的那个卫星 然后很多人暂时说 那印度的咖喱也可以参进来了 哎呦大家七嘴八舌真的 其实都是在说要务实一点 真的打仗要实力原则 不是说今天纯粹有信心 或者有士气就可以的 有士气有信心固然是很好 可是你要比的还是实力 请教官你不觉得 这个烟黄瓜的画面 跟我们的苏贞昌 哨把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知道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 马上就有那个联想 因为苏贞昌的那个扫帚说 实在是太经典了 所以呢升职人心 升职人心 但是真的 我们不是这么的愚昧无知 真的打仗绝对不是开玩笑 所以战争希望要赶快赶快的平息 否则的话 就算我们是远在亚洲 好像大家怎么了 结果你的粉丝开始 香港的鱼蛋也来了 日本的纳豆也很强 大家马上都有联想 还有吗 那今天是美食大作战 是吗 说寿司也可以 寿司能打什么呢 真的 说实在的都不可能 所以没有这么简单 不要在这边痴心妄想 那样的梗图呢 顶多只是说稍微安抚一下民心 对不对 激励一下大家的士气 可是又如何呢 又如何 这毫无帮助 好但是呢 反映的是另外一种心情 刚才我讲到的就是 真正的苦果 大家一起尝 尤其是百姓 没有人是局外人 各位真的没有人是局外人 我礼拜天才去加油站加个油 就这么一小格 以前大概两三百块吧 我只是想说加一点 因为听说一周的油价 一公升要涨六毛钱 那所以呢想说加减给他加油一下 能够就好 对对对加一点油 哇不得了了 结果呢油价大涨 你知道这个最新的国际原油的这个价格 看到已经来到139块以上 将近是140元的价位了 快要跟不完战争的时候 那已经快要 对然后已经快要到之前的 这个预测的是150元 甚至150元之上 现在已经有喊出200美元的价格了 我跟大家说 其实油价就是要看供跟虚 供需要平衡 供需一旦是失衡的话呢 供不应求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飙涨嘛 现在我们就是看到了 它就是一直一直一直不断的涨 你说怎么办呢 那现在俄罗斯 它会不会哪天 它石油它就不出口了 不出口了的话 请问一下 这个我们的油够吗 你知道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原油 不过这个也是美国战略上 它本来就想要做这样子的操控 之前不是国会议员还一直逼迫 拜登赶快禁止俄罗斯的原油 拜登不是还在那边躊躇 犹豫不前 他看到了也是美国的原油价格 不能这样崩溃 对不对 那我们谁受得了 所有的能源不进去不出来 请问一下 只要是所有能源输入的国家 谁有办法在俄罗斯 把所有东西封起来的状况 这下你还能够安全度过 所有的油价一定是暴升 当油价一暴升 跟航空业首当其冲 所有的百工百业应该都会很惨 可是一定会有人得利 得利的一定是美国 可是美国受得了吗 他自己也受不了了 所以美国是最后 今天最新才开始禁止 俄罗斯的原油进口 他是考虑吧 应该有的考虑 拜登答应 但是国会议员当时不是催促 拜登答应 最后还是得经过能源的评估 那到底会不会 也不知道 反正拖着拖着 一天又一天就过了 他当然想办法拖啊 因为这牵涉它的利益 你知道俄罗斯 卖给美国多少石油啊 美国自己都跟俄罗斯买石油 那时候说要制裁要抵制什么的 可是呢 在能源的部分 就是不吭声 然后呢 就让大家都 连美国的记者都在问 请问一下 那我们美国还要继续的 来跟俄罗斯买石油 跟天然气吗 要吗 是啊 他就到那时候就是说是要的呀 对啊 那现在只不过是再次确定而已 可是俄罗斯的原油 真的大家可以都 曾经有一个比喻啦 有一个经济医学家 那时候在好像经济学人的杂志上面 也比喻 俄罗斯就是拿着枪的 撒乌地阿拉伯 这么懂了吧 大家传统中都认为说 中东地区是所有原油出口大国 对不对 包括发生两亿战争 波斯湾战争的时候 油价涨到一桶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啊 那都整个搞得 大家还记得吗 世界经济几乎崩盘 对 一个中东地区的战争 后来也逼得美国不得不输战出去 不完战争 后来不就也赶快做谈判 戴着枪的沙烏地阿拉伯 那如果他不要把原油拿出去 再卖出去 请问下谁产 我生产的国家 对 我对我自己的能源 我没差啊 是你们要的人差吧 包括你欧洲 你欧洲撑得下去吗 能撑几天 欧洲最大的石油公司叫做Shell 结果这家壳牌石油呢 他们竟然去跟俄罗斯买油了 他不是要抵制 一开始他也是跟大家 所有你看到的英美等等 西方国家的企业太多太多了 都在喊制裁俄罗斯 可牌也是 结果呢 你说喊是一定要的 因为这个是什么 大家都在喊的时候你不喊 你继续在这边跟大家唱反调的话 你会被抵制 你会被围剿 所以可牌跟大家一样喊 喊完了以后 不到一个星期他撑不住啦 因为他就跟俄罗斯去买石油啦 而且还用怎么七五折价格 折扣价来买 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 要么你如果有本事 你要去制裁俄罗斯的话 你是就找到替代方案了 你去跟你另外一个卖家去购买吧 没办法 就是得跟俄罗斯买 然后买了以后 因为你便宜买便宜买的话呢 你中间就有价差嘛 就有利润嘛 结果壳牌石油呢 海捞的话五亿吧 结果呢被大家发现了 蛤 居然有这种事 居然有这种事 怎么喊制裁的 居然还去跟人家买石油呢 结果买完以后呢 这个壳牌自己后来就只好 被发现了 然后就说 那我们这些利润 我们会捐出来 给乌克兰的难民 作为这个救济他们的用途 嘴巴上说不要 身体道很诚实 你相信壳牌这些钱 真的会完全捐给乌克兰吗 那捐的管道 捐的量度有多大 你能够确定吗 但是钱我先赚到啦 而且你还用打折扣 那可见俄罗斯正在做一个能源站嘛 我看你要不要 你不要我也可以断 所以你觉得 各位你知道 壳牌公司幕后的老板 是荷兰跟英国 尤其荷兰是主要创始国家 后来呢加上英国进来 也就是壳牌这家公司 掌握了整个欧洲啊 能源原油的进口 尤其世界各国都有炼油厂 现在的炼油厂 是无油可炼的状况 壳牌会不会有压力 有压力啊 他的客户就是世界各国这些炼油 那当这些世界各国 咬咬咬咬 壳牌我没了耶 我没得炼了耶 那咱怎么办 那壳牌只好去找 刚刚秦教官说的替代方案嘛 可是沙夫地阿拉伯 我能买的大概就是这样了 总不可能我全部 再来就是美国 你本来就想要赚人家欧洲的钱 欧洲也知道啊 可是问题是美国现在价格呢 美国还卖的比较贵啊 可是俄罗斯打七折给你 美国抬高价钱 你当壳牌是傻子啊 壳牌啊 反正想说 我现在回过头去跟俄罗斯买石油 我又没违法 我没违法啊 对不对 我也不会被制裁 那我还是买吧 再商言商 就是很可笑嘛 那你当初买那个 喊那个制裁 什么道理呢 然后终究会有这么一天 就是抵不住挡不住 然后撑不下去了 还是得乖乖的跟俄罗斯买石油 现在就怕俄罗斯会不会哪一天 他说我我就卖的少一点好了 跟我做对的 与我为敌的 我不卖你 有没有可能 因为太多人要跟我买 不跟我做对的 那我就卖给他 那你觉得呢 这会不会也是一种 透过能源这样的一个工具 来作为一种反制裁 能源战 是啊 对啊 因为他的原油太多人要买了 那你像美国咧 美国咧 美国给原油 为什么他贵 他不但是在趁机哄台价钱 另外他透过海运 俄罗斯的原油 我只要透过管线就可以到了 你不觉得这个对欧洲国家来讲 才是最方便最安全的能源方式 距离也近 可是现在只为了因为 因为一个可以终止的战争 他必须要继续玩家 你可怕是傻子吗 当然不是啊 台湾还有一个财经专家更傻 他说乌克兰前一阵子不是宣布 他们农产品不再出口了 结果他就嘲笑 他就说俄罗斯完了 他说乌克兰的大麦小麦玉米 你都用不到了 俄罗斯将会老百姓可怜 饿肚子了 我觉得怎么这么多 没有任何常识跟知识的人 俄罗斯除了原油 可以操控欧洲 可以操控其他国家以外 你知道俄罗斯是全世界 仅有的几个 粮食自给率破表的国家 大麦自给率155百分比 也就是他自己用100%了 还有55%可以卖出去给人家 现在不用啦 请问一下 乌克兰不输出大麦小麦玉米 对谁有差 对中东这些地方有差 那是最大的市场在中东 非洲现在有点紧张 对俄罗斯有差吗 俄罗斯没有吧 我自己的粮食自给率百分之百 而且现在粮价都在飙涨 他现在卖出去的话 是不是利润会更高 那俄罗斯的大麦小麦 去往哪里走 本来是欧洲啊 现在可以卖给中国 现在都到中国去 然后呢55%的自给率 这些大麦小麦 我再用人民币交易 是 请问一下到底最后谁亏啊 是 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 或者台湾的这些人 在评论 在看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不要太导国心态 你应该拖去看看全世界 很正常的一些尝试 你看着就知道 然后这个美国也是很奇怪 美国现在在考虑说 我们不要跟俄罗斯买石油 其实讲白了 他讲他之前 跟俄罗斯买的石油 他还可以卖给其他的国家 便宜啊 然后对 然后这样子赚价差 对啊 对不对 你看多有这个生意头脑 资本主义 可是现在呢 偏偏你要制裁啊 要制裁的话 那不跟俄罗斯买石油了的话 我总要有别的什么 卖家来卖我啊 所以他现在要找谁来买呢 等一下等一下 我在两分钟的这个工商服务 在一部广告影片之后呢 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不好 好来我们先看一下工商服务 哈来看看的是您晚上睡得好吗 有没有我这好好补充睡眠呢 告诉大家呦 研究显示睡不好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甚至体重还会飙升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哦 独家配方启动大家入睡的关键 舒眠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身心都大到放松 查安酸调节了情绪 增强抗压的能力 还有德国羊根菊 萃取物可以缓解焦虑 帮助睡眠 另外呢还添加了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还有跟维生素呢 B6等等 梦梦水严选高品质的原料 专业营养研发团队 经过各项检验安心的认证 睡前如果30分钟你来一包的话呢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每包肉量只有16道卡 清少没有负担 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旺旺梦梦水持续饮用 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哦 跟鼠羊的日子说拜拜 快上网搜寻 快点购订购 输押饮品某某水 或拨打中天订购客服专线 0800660608 中天观众独家享有好康优惠哦 输入流银秀推荐代码 GTI666 还另外享有折价优惠哦 好这个刚刚有讲到美国呢 这个石油它也要找个替代来源嘛 那你知道它现在寻求的是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本来还被制裁 哦那所以现在美国没办法了 就来找这个国家 说你可不可以来帮帮忙 来开始谈了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所以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头条开讲 要继续讲 美国真的实在是太有意思 太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了 今天那当然也非常谢谢友志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 我们的线上有好朋友加会员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记得按赞分享我们的影片 让新闻有情调更多人看见 晚上八点钟头条开讲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